下面为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线条的其他属性 我们先花费一点时间来学习一下绘制一个新的图形 那么就是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尝试画一个五角星 那么我们尝试画五角星的这个例子呢 不仅将用于本章说明线条的其他属性 在后续的章节里头 也会使用五角星来对converse的其他的绘图功能进行解释 在具体的编写代码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怎么绘制五角星 那么根据大家所学的知识 那么绘制这样一个图形呢 我们其实只要把这五角星的十个顶点给顺次的计算出来就好 当然了大家可以计算出它的具体的每一个点的坐标位置 然后写成一个死的坐标的值 但是在这里呢 为了能够复用我们这个绘制五角星的函数 我们尝试寻找一下绘制五角星的内在规律 用变量的方式把它绘制出来 我们观察一下可以把这个五角星的十个顶点分成两组 最外面的五个顶点 大家很容易看出来 它其实是在一个大圆里 而最内的五个顶点呢 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小圆里 所以绘制五角星的过程 这十个顶点 我们就要在这两个圆环上找 如果我们加入坐标系的话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converse的坐标系 x轴是向右的没有问题 而y轴是向下的 很多同学在初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它 那么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坐标系里看这十个顶点的话 我们只要找到这十个顶点的坐标的函数表示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对于学习过高中的数学的同学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并不陌生 我们从右向左顺时针的看的话 我们以这两个顶点为例 那么可以看出来 对于这个顶点 它在这样一个大圆的半径上 对于这个顶点 它在一个小圆的半径上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两个角度是多少 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五角星是正着的 那么正的五小星这儿是90度的位置 那么五个角每个角应该占72度的位置 这样算出来这个小角的角度应该是18度 那么同理大家可以算一下 对于这个角因为它要平分这个72度角 那么所以我们在计算坐标的时候用到的这个角度 它应该是54度 算出了这两个角度之后 再算出这两个顶点坐标应该就非常容易了 大家可以根据高中的数学知识看出来 对于这个点来说 它的x坐标是cos18度乘以大的2 而y值呢 应该是sin18度乘以大的2 但是这是对于数学坐标系而言 由于我们的现在的y轴是反着的 所以这个y值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那么同理对于这个点来说 x的值呢就是cos54度乘以小2 y值就是负的sin54度乘以小2 那么如果算出这两个点的坐标 大家肯定很容易就能算出这两个点的坐标 那么在这里头再举一例 对于这个点的坐标就是cos90度乘以2 和负的sin90度乘以2 对于这个点的坐标则是cos126度乘以小2 和负的sin126度乘以小2 那么对于这个计算过程 大家可以在纸上再进行验算 理解一下整个的计算过程 按照这样的规则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10个点所有的坐标 同时大家应该也能看出规律 那么在大院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和这个点 它们之间的差别 其实只是这个度数差72度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也应该只是差72度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也是差72度 以此类推 那么同理在小圆上 这个点和这个点 它们之间的区别呢 也是在于72度 54度和126度之间 那么同理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也应该差72度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也应该差72度 以此类推 那么这样聪明的同学一定可以想到 我们在带毛里只需要写一层循环 这层循环便利五次 就可以把五个大圆的点的坐标和小圆上的点的坐标 全部都写出来 进而完成我们这个绘制五角星的函数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编程实现 我们现在首先在converse上 在这个unload函数里实验一下我们的这个设想 那么因为整个五角星它的路径呢是封闭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路径的指定过程中用begin path开始 并且由于它是一个封闭的图形 我们最终呢用close path结束 之后我们尝试在这个中间的部分指定这个五角星的十个顶点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需要进行一次循环 这个循环循环五次 每一次指定大圆上的一个点 同时呢在指定小圆上的一个点 那么首先我们在指定大圆上的点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context.line2这个函数 之后我们指定大圆上的x的坐标 那么根据刚才的分析这个x的坐标呢 我写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首先是cos值 cos值后面跟的应该是那个角度 刚才我们的分析用的是角度质 但是在具体的编程的时候 使用javascript的cos函数要进入弧度质 所以这个除以180乘以π呢 是角度转弧度的过程 所以我们主要看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角度 那么在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初始的时候 刚才的分析大圆的第一个点是18度 之后每一次增加72度 所以呢写法就是这个样子 之后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角度的cos值乘以了300 所以呢我先暂定把这个大圆的半径的设成300 最后还要加上400 这是因为我们这样写上这个坐标是基于00点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converse的这个画图上呢 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下位移 那么整个画部呢是800800的 那么后面我在位移的时候呢 会把它位移400400个单位 也就是放在画部的中间 那么有了这样的分析 第二个参数就变得很简单了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其中大部分参数是一样的 除了对这个角度的处理上 我们把它转成了弧度质之后 需要用sin函数 同时因为我们的y轴是向下的 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请大家理解一下这个语句的参数的计算 如果大家搞明白了这两个参数是怎么来的 那么对于第二步 我们指定小圆的这个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那么这个指定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再分析一遍 那么在度数上 由于第一个点 它对应的角度是54度 之后的每一个点增加72度 所以应该是这样写 除此之外 我现在假定小圆的半径呢 是150 所以是乘以一个150 其他的部分和上面几乎是一样的 请大家再仔细思考一下这个数学的运算过程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层循环 我们就把五角星的十个点动态的指定出来了 在之后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我们设定一个状态 把这个我们将画的线条的宽度设成是十个像素 之后呢 就要用一个stroke的函数进行一下具体的绘制 当然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尝试设置feel style 或者是stroke style 来对这个颜色进行一下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关注绘制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一个五角星就这样画出来了 由于后续 我需要对这段绘制五角星的代码进行一下复用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创建一个函数 使用这个函数来绘制一个五角星 那么我管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叫做draw star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完成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看参数部分呢 我们一定需要一个cxt 就是绘图的上下纹环境 之后需要一个小二 需要一个大二 来指定这个五角星的大小 再然后我们传入一个x 传入一个y 来指定这个五角星的一个偏移量 那么有了之前的分析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绘制函数是非常好写的 首先相应的 我们把这个路径的指定过程放在这里 这里我把这个contact改成传入的参数名cxt 然后相应的几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变量来代表 比如此时这个300就应该是大二的值 而这个150呢 则应该是小二的值 同样这个400400则相应的 应该是我们传入的偏移量x和y的值 在这里头这个400是x这个400是y 第二个参数里这个400是x值 这个400是y 这个函数这样改写以后 我们最后在这个drawal star里面 再调用一下stroke就可以了 这里头要注意要使用函数里使用的这个参数名 那么现在此时我们就可以在unload的这个函数里 调用我们刚刚写出来的drawal star了 那么具体在传参上我们需要首先传入这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然后传入小二值大二值传入相应的偏移量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和刚才一样一个星星被完整的绘画出来了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绘制过程给函数化以后 那么就可以很容易的复用它 并且呢在参数的改变上也更容易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些实验 比如说我们把小圆的半径设的更小一些 说把它设成80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星星的效果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把这个小圆的半径呢 设的胖一些 比如说是200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甚至还可以实验 比如说将这个小圆的半径超过了大圆的半径 会怎么样 我们将它设成400 我们看一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非常的酷 对于现在这个draw star函数 我们使用小二和大二可以控制这个星星的大小 用xy可以控制这个星星的位移 但是在基本的图形变换里头 还有一个参数是我们可以操纵的 那就是一个图形的旋转 为此呢 我们再来改进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给它加入一个新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做rotation 来表示我们要绘制的这个星星应该旋转多少度 那么聪明的同学一定已经可以想象了 那么这个旋转的角度呢 我们只要相应的更改 这些参数里的角度值就好了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rotation呢 是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效果 大家如果还记得之前的分析的话 我们这个18加上i乘以72是一个逆时针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rotation在这里这样减去 同时对于所有的参数都应该加上这个效果 那么此时我们再来看看 比如我们给它指定 我们希望这个星星要转30度角 大家看看这个程序现在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角星旋转了30度 到这里这一节尝试绘制一个五角星就结束了 相信通过这一节的学习 大家拓宽了使用绘制函数绘制各种图形的思路 事实上很多的不按的绘制是可以基于这个圆形来进行的 比如说之前大热的神经猫这个游戏 神经猫走的是六边形的格子 那么如果我们想绘制一个标准的六边形的话 就应该借助于圆来寻找每一个六边形的顶点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不妨试试看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一节的启示 扩充自己的图形绘制库 来绘制出更多的有意思的图形